我點的是25塊 他確定這是25塊的量嗎 他還有加那個豆芽菜給你 然後還有加兩片瘦肉 25塊的珍奶很大杯耶 我剛才吃了兩三顆珍珠 真的蠻Q的 我覺得這個份量 像我女生的話 我吃這個一定會覺得超薄的 而且它是用醬油口味下去炒的 所以那醬香味好香喔 YT頻道我是馬鈴薯小姐 彥琳經常分享各地美食資訊 這次她介紹了新北市五間銅板家店家 從正餐到點心飲品通通都有 超頻下美食讓網友們留顏值呼至極的店家賣的有夠佛心 超上微波炒飯都不值65元 便宜就是狂 真是俗哥大碗 是買10送2 哇超狂的 他當然也是有限制數量 就是一個人最多只能買10個 所以就是12份啦 我發現他外帶盒裝有一點點可惜 你看他沾到了 原本漂漂亮亮的布丁 我覺得這個賣相 我覺得他還是美味的 因為他那個菠蘿的香氣是有的啦 這樣子一個才38塊 難怪這麼多人排隊 他的布丁是走超綿密的路線 就可惜了一點這個菠蘿包 我覺得真的沒有到很蓬鬆 我覺得如果他這一層那個菠蘿皮 可以烤脆一點點的話 我會更喜歡 然後這個是算全廠裡面比較貴的 這個是60塊 但是我覺得60塊還是滿便宜的 因為他很大份 這算是季節限定的啦 這個可送是走脆皮派的 他的外皮像千層酥那種超脆的 這個還蠻不錯的 有驚豔到我 好 因為口味很多嘛 我就選三個口味來試吃 這是第三個口味 叫做紫薯芋泥布丁可送 他這個紫薯芋泥啊 是真的超泥狀 就很像一種膏狀的內餡 不是那種你想像那種奶油很creamy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呢 美食畢竟是很主觀的 你覺得好吃 我不一定覺得好吃 我覺得好吃 你也不一定覺得好吃 可能就是要找到有喜歡他口味的人 就會很喜歡啦 好的 我們已經入座了 剛剛我看了一下菜單 我真的有驚嚇到的 他的麵真的是25塊耶 連麻醬麵 雜醬麵都才35塊耶 這家店的麵店或是小菜 也真的是超級無敵評價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點點看 一些比較有特色的小菜吧 好 我的麵已經來了 我跟你講25塊的麵啊 他的量完全嚇到我了 我點的是25塊 他確定這是25塊的量嗎 而且他真的是讓你吃的薄薄薄的 他不會因為說25塊呢 他的量很少 而且呢 他這25塊呢 也沒有馬虎 他還有加那個豆芽菜給你 然後還有加兩片瘦肉 但是如果你想要重口味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沾他辣醬 因為好像很多老套 會把辣醬加進去 25塊是好吃的 我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說 我喜歡的麵是那種 比較有一點咬勁 我覺得他不會糊掉的那種耶 然後他有一個鹹味 也是很香 因為可能就是那個豬油蔥的香氣吧 這一碗25塊真的是太划算了 可以順便搭配他這個涼拌韭菜 這也超便宜的 這好特別 上面有放柴魚 我覺得有點偏日式的涼拌小菜耶 然後他韭菜就是簡單的汆燙一下 就淋上一些醬油膏 嗯 這樣子也還滿不錯的 另外還有一個豬耳朵 這個感覺也是很多老套會想點的 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還滿Q的喔 一樣也是放很多的薑絲 蔥花 然後簡單的淋上醬油膏提味的 這也是滷得很香耶 我點了這一碗是炸醬麵 好多炸醬喔 而且他連炸醬最基本的靈魂啊 豆干都有 吃看看 炸醬的味道還滿香的 過味 因為有些炸醬啊 它會重鹹 那這一家是不會的 我認為它的滷肉飯應該也很好吃 它的滷肉還滿香的 好 我們已經買到了 真的超平價 25塊的珍奶很大杯耶 因為它只賣大杯跟超大杯的 嗯 這個我們好像忘了跟大家說 甜度冰塊對不對 但是我要說像我平常真的很少在喝 很甜很甜的手搖飲 我覺得它的甜度 就算沒有調整甜度冰塊都剛剛好 重點是珍珠要Q啊 它的珍珠有 我剛才吃了兩三顆珍珠 真的滿Q的 但是因為我看不到它珍珠的量 我是覺得它的奶茶的比例呢 會比較多一點點 珍珠的量可能沒有到這麼多 如果你喜歡奶味重一點點的話 可能你可以挑他們家的奶茶 因為我覺得它奶茶味道的奶味 會稍微重一點點的 但是茶香味也不會縮到很淡 欸小編你自己是不是也有點一杯 25塊的布丁奶茶嗎 對 我有看到布丁奶茶 忍不住點下去 好 那小編來喝喝看吧 我感覺我布丁大概有這麼多 欸有有看到黃黃的布丁了 欸才25塊真的是誠意滿滿耶 我覺得喝完他們家的飲料啊 我覺得CP值最高應該就是布丁奶茶 喔對 因為布丁其實成本也不便宜耶 哇 它的菜單選擇也是滿多的 我們看一下飯類喔 肉絲炒飯也才55 我覺得這個可以點點看耶 最貴真的就是65而已 這超CP值的對不對 那這個炒類也是還滿佛心的 你看 炒蛤蜊也才100塊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點餐囉 好 我點的蛋炒飯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份量 像我女生的話 我吃這個一定會覺得超薄的 這個距離就可以聞到一個 蛋炒飯的香氣了 它的鍋氣十足耶 而且它是用醬油口味下去炒的 是 那醬香味好香喔 剛才在廚房有看到老闆用大火大火的炒 可見呢 它那個鍋氣是超重的 我覺得米粒是我還滿喜歡的 因為它是那種有點粒粒分明那種的 但是我覺得CP值最高啊 就是加15塊錢 升級為直錦炒飯 喔 它也有蝦子耶 基本上就是海陸啦 先試看看 好香的那個鍋具的味道 而且你有發現嗎 它的炒飯其實吃多 不會覺得很油膩 它沒有說炒得很油耶 對不對 因為我看到菜單 有一個菜包兩才30塊 我覺得很親民的價格 就忍不住想點了 它這個感覺好像是用兩顆蛋下去做的 搭配白飯和炒飯吃 其實都很下飯的 它的湯麵也是滿便宜的 這樣子的蛤蜊湯 一碗才40塊 你看蛤蜊好很多耶 它是這種大蛤蜊耶 其實我平常如果沒有拍片的時候 我自己也會吃一個炒飯 搭配一個蛤蜊湯 因為我變得是超愛喝蛤蜊湯的 蛤蜊湯的鮮味我個人很喜歡 好 我們已經買到了 其實還蠻快速的 除了雞排之外 有雞塊啊 魷魚腳啊 雞翅啊 雞翅啊 等等等等的炸物耶 這個年代賣45元的雞排 哪裡找啊 各位你們看一下 欸 還是有一個份量的耶 我是10年前來台灣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這個價格的 哇 現在物價真的長得太兇了 我們先來試試看喔 其實是好吃的啊 雖然它的肉量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厚 但是我覺得還是滿有肉感的 不會說讓你吃不到肉的 欸 蠻好吃的耶 它醃製的蠻香的 好的 以上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五家新北市超級銅板美食 真的超級評價的 那我就先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哪些美食讓我印象很深刻的 第一家就是我們去吃的 Cherami Cherami 25元 我覺得不管是它的麵的口感 還是它整體的味道 吃起來真的很合我的菜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來第二家 我覺得25元的珍珠奶茶 也是有驚豔到我 因為它珍珠真的蠻好吃的 雖然我不確定它珍珠的量 是不是真的很多 但我發現其實它這麼大杯 25元真的太佛心了 再來第三家就是我們吃到的炒飯 炒飯真的 天啊 很香 我真的覺得這年頭 有賣到50元的炒飯 真的是不容易